那后来那个就是前两年第一届的联发科的赵克斯计划 我会在那个他们的直密讲完话之后 我会第一个去讲那个联发科赵克斯的理念 那时候我很希望科技老师改变一下他的观念 改变一下他的观念 那我其实我的重点是要讲说 学纯程式、纯技术这一件事情 事实上是在浪费学生的生命 除非你有后一段后面那一段你有去引导说 这个东西其实要教的是运算思维 所以你要把它连起来 连起来之后你还要把这个运算思维 你利用写程式学运算思维这一件事 学到这个运算思维的方法之后 你还要让学生去练习 他在生活上怎么用 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段连起来了 你的科技课的内容是符合课纲核心的 这时候才是对的教材教法 我是要表达这一件事 但是讲这一件事老师都会反驳 但是我要拿出证据 所以我那时候还没有用Canva 所以我用PPT 去网路上 这个是劳动部的统计资讯 那学生毕业大学毕业之后 会有这么多的这个行业类别 那我就去把它圈起 把什么东西圈起来 有用到电脑的 有用到资讯的 有可能会写程式的 我都让他算是 你教程式有用 让他算是算在有用这一块 那我这样圈起来 这三个行业加起来总计之后 我去算比例 就是他只有6% 6% 就100个人里面有6个人 是未来会从事资讯相关行业 可能会写程式的 这是最高上限 6% 那也就是说 换成你班上 如果想像 把它拉回来到你班上的场景 你一班30个人 你如果程式教的很好 学生很喜欢 那未来毕业之后 也可能只有两个人 他是从事这一行的 所以你教程式的技术 对他来讲他很赚 他国中国小又多学了好几年 他赚到了 但是对另外28个人来讲 他这一生可能就不会再用程式 所以我是要用这个来 来提醒大家 要注意这一件事 要做后面的转型 好 这是我第一年的简报 那各位看一下这个简报 是不是很阳春 你觉得可不可以说服你 很难对不对 好 所以 before 这个也是那个 我今天讲的都会带到那个Canva的一些思考 使用上的思考 这个也是Canva里面的元件 他有before跟after 好我们来看一下after 好第二届 我把这个地方就直接改了 好 人世间的现实 你看 他只有6%的比例 好这比例看就很清楚嘛 茫茫人海中只有红色这6%是属于直接对城市有用的人 然后如果换成你班上的30个人里面只有两个 好你对他是有帮助的 另外28个你是在浪费他生命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这是有真实案例 我去问过国中教教那个科技的老师 好我问过他真实的比例哦 而且这个比例是在那个精英班私立学校的精英班里面的专门打 打那个打比赛的那种精英社团里面 他的一般 我问他说你教城市 然后你觉得可以跟得上你的脚步 你觉得他学的还不错的 到毕业你觉得有几个 他跟我说两个 一个半不到两个 好跟这个比例刚好一模一样 其他的人呢 都是去那边浪费时间 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了 还去那边浪费时间 好那很多老师科技老师就会跟我说 不是啊不是这样 我教城市其实是要让他们学会这个逻辑思考 但是各位不晓得没有想过一件事 你明明上课都在教怎么写城市对不对 然后你却希望他学到运算思维的系统拆解 然后或者学到那个解决问题的抽象化 跟模式识别 但是你都在讲城市的过程中 你根本也没有讲到这个方法怎么用 怎么套在生活怎么用对不对 那所以你教他A 可是你希望他会B 你以为每个孩子都是功夫里面的 那个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吗 不可能嘛 所以我就用这一篇 这一个Canva这一页 我去打打他的脸 所以大家都就没话讲 所以这个是里面的一些案例的 我对他们看 你有什么